你不是送小军回家去了吗 我送他回家怎么了 他们家那么点路 我搜一下就到了 你来找我干嘛呀 还有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 咱们学校有我不知道事吗 我跟你说正经的啊 第一 你让我给你道歉 我已经做到了 现在咱们互不相欠 第二 我刚刚把那个小矮子送回家了 现在你欠我的 谁现在就超级 上轩 是你主动要送他回家的 你怎么让他这个换好处呢 还有 他有名字叫李俊 不是什么小矮子 我要回家了 请现在立刻马上收拾 我也知道我刚才说的 有点牵强 其实 你为了好朋友 把全校弄得鸡鸣狗跳这件事 我还挺佩服你的 但是谁知道 大老高搞突然袭击 明天一下子 交那么多数学卷子 那你也不能 见死不救啊 我弄得全校鸡鸣狗跳的 还不是因为你 再说了 大老高让你写卷子 怪我什么事啊 我不管 反正你让我送他回家 我已经做了 现在你就是欠我的 你总该拿点什么东西 回赠过来吧 不可能 送你八个字 无劳而活 厚言无耻 自己回家做去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你别关门啊 咱们现在是一个互助小组的 那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你别那么小嘴嘛 你也听到大老高说了 放那么狠的话 我要是交不上作业 我都要被禁赛了 裴上轩 这是我家 我还没跟你熟到 可以互相串门的地步吧 哪有那么多规矩啊 那孙瑜家我都是想去就去的 随捣随吃你知道吗 你要是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上我们家串门去 我妈做的太可好吃了 谁知道咱们是哥们呢 谁跟你熟门啊 不是 不打不相识嘛 你 你还咬过我呢 你记得吗 要说起 踢足球 那我们是这个 你只能算这个 但要说到做练习题呢 你就是这个了 我们都只能当你的跟班 跟在你后边把作业搬回家 不过我觉得你爸 应该没有教过你 什么叫尊重别人 不过我觉得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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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拉我一把 谁拉我呀 是吧 你干吗呢 干吗呢 打人都不能打脸 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你作业不给抄 你就拿门往我脸上拍 俗话说得好伸手 我还不打笑脸人呢 好能不肯女动